朋友帶我去見一見國外的商務卵 但是就是看到就是 哇 第一次看到人型蜈蚣 這樣怎樣 你有加入嗎 沒有 太可惜了吧 都去國外就要放膽 去做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 沒有啦 人家旁邊指別 我去旁邊參加三人的啦 十六對我來說太多了 太忙 真的 喔 可以搖通俗耶 一直搖 一直搖 刷起來一起一整排 啾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Daisy 安小青年 Daisy 打敲門 我是Derek 我是Lucky 我們今天要聊的題目是 在國外約炮的經驗 是的 因為Machi妳剛從澳洲回來對不對 對啊 我記得妳那時候剛回來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吃飯 然後我就說 那妳在國外有約炮嗎 當然啊 不要太多 然後我就立刻把妳的手機拿到外看 妳就說妳就寫了很多白表給我看 對啊 人家是神龍長白草 我是把氣力長白掉 然後我就說 可以可以 然後我就說 那妳到底有哪些約炮 今天到底精不精彩 台灣人比的話 算精彩的 但是 俗話說 人外有人千萬有天 我都想下班了 沒關係啦 沒有 重點是大家看妳的身材 這種應該是國外很吃香吧 優送那一步 腳真的有夠多啊 有夠多啊 外國應該都很喜歡妳這種身型吧 重材就是有聲音啊 妳這種重材是沒聲音 妳這種骨頭 重牆壁是不是 因為我在國外應該是不是就不受歡迎 其實也沒有欸 還好 因為畢竟妳身材還OK 因為她還是會看身材 但是妳看 外國人看到我這塊肚子 就 其實基本上有些外國人會做第三次的來 但是 還是有些人很矮這樣 因為畢竟我屁股真的很厚 他們說 撞起來成一陣子 是 是這樣 沒有就是這樣子 哇 很大實 我的是空心的 不是實性的好嗎 這樣子 那妳帶的地方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還是比較城市的地方 我帶的是偏僻的地方 我帶的是西奧博士 但說真的 有人說西奧是個 真的是空心沙漠 所以妳是因為不好約 不太好約 然後最近的距離 最近的距離 最近距離大概 1公里以上吧 所以不是打開叫我軟體環 就是1公里以上 1公里以上 當然因為我後面 我後面是帶一個城巷 然後看到一些遊財 然後就好像 來看一下距離有多少公里呢 258公里是怎樣 也太遠 要拉飛機約炮是不是 沒有 我知道哪有 去高雄約炮是不是 還是去墾丁 就只能拉飛機去啊 是沒有 可以開身 因為妳在想想 所以妳打開的時候 都看到都基本上都是那幾個例子 基本上就是 那妳在澳洲有約過不是外國人的 譬如說什麼 因為韓國人不是蠻多的嗎 我真的有約過韓國人 然後我有約在 我在雪梨 那時候去雪梨跨年的時候 我就約了一個 中東的伊朗 中東的 伊朗 覺得是還不錯 很大嗎 大概十六出五吧 那好像也還好耶 但他很持久 他撞完三小時 對 撞完之後 我直接叫我朋友說 幫我收錄影過來 快受不了了 那他們是家會有味道嗎 因為中東你是不是有 是不是很重 他們有特殊的味道 所以可能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就會有種怕味 我覺得他們意外 在澳洲 真的有遇到澳洲人嗎 有啊 外國出田就是澳洲人 對 真的是 因為你就是 很精彩很大 很粗 最後一個就是 最後一個就是 之前只習慣台灣的賽事 每晚被一個 旁邊大陸 塞進來的時候 你真的是覺得 有金聲尖叫嗎 金聲尖笑 金聲尖叫 沒有 是金聲音叫 習慣之後 大概習慣五分鐘之後 你就覺得 有嗎 五分鐘就習慣了 所以你也是老司機耶 沒有啊 開啟第二道門啊 那有什麼比較特別的 經驗嗎 對啊 比較特別的 就是有啦 有一次就是 大概一兩個月 我真的沒有發洩一下 然後就有約一個 三十幾歲的澳洲人 然後 這帥子有鬍子的那種嗎 就是Daddy啊 是Daddy 很Daddy 對 誰是我的忠祖Daddy 對 因為他就是 又是熊的身材 然後又是熊毛 因為我是 裝帽派的 我是行多帽派的 是行多帽派的 對 然後就反正anyway 我們就是太想 因為我們都沒辦法 人都無地 所以我們就 你們來都無地 我們都無地 澳洲還會有無地這種事情喔 對 因為我們就是好 他就開車來載我 那是哪裡啊 去大賣場的停車場 這個是 是白天嗎 沒有啦 晚上的 因為他已經是熊了 你也是熊 那是不是要修旅車啦 不然你們是不是不夠用 我沒有 我就說還是 你們兩個如果在Mini Group 應該坐不來啊 所以啊 真的假的 他很擠耶 他在錄魚蝦 他經過很軟的 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就是有請上路吃 也算我們第一次在 戶外 有性經驗這樣子 對啊 然後還有一次 因為我在台灣沒有去過 上溫暖 然後我跟朋友 帶我去見一見 國外的上溫暖 像什麼樣子 然後 我跟上溫暖都很精彩 因為我去過曼谷 對不對 我有曾經在曼谷上溫暖 被拉進去暗房 但是我不喜歡他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子 跟他這樣一直拉著 他就這樣一直拉著我 然後一直拖我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測 一直在 運動會拔路 就運動會拔路 黑油黑油拔路過 就是我覺得很恐怖 所以我就會帶你朋友去三分鐘 我第一次去其實是 哦 那有個嚇得到 因為他們會有一種 也是暗房 然後就是很像有點像迷風這樣子 重點就是真的是 身手不見往直 你就會聽到一些 嘻嘻嘻嘻嘻的聲音 音雅啊 然後就是 潤滑液的聲音 哈哈哈哈 看到之後我就有點嚇 但是還是你知道 有些四十幾歲這一節 但是我覺得是蠻有的 嗯 對 那你也沒有 也沒有幹嘛 就是第一次的三分鐘 怎麼都沒做 那你去幹嘛啊 好其實我第一次去賣服三分鐘 的時候我怎麼沒可以做 因為我被嚇到 我也是被嚇到 然後基本上是奪門而出 啊你有把農牌嗎 哈哈哈哈 就在暗房的時候 就看到就是 很多畫面 很多畫面 然後身材就是真的是 都很好嗎 沒有 還有是有比我大吃一點點的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要歧視別人喔 因為你自己也是配派的人 對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的身材 都有他 自己喜歡 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不要去想像那個 但是就是看到就是 哇 第一次看到我 人情無功 這樣怎樣 哈哈哈哈 你在澳洲的時候 有約過那種正統的澳洲帥哥嗎 有啊 哇 可是不是在我 現在啊 到底鄉下有什麼缺啊 哈哈哈哈 就來選擇你嗎 哈哈哈哈 就是突然就 感覺對的就對了吧 現在軟體還是酒吧 你知道嗎 軟體 那我們先去酒吧喝酒 就有點像那種 Dating的感覺 有點像那種 數十情報的感覺 對 那我空虛你空虛 我們不談天常地久 我們只在乎 他很熟喔 是滿Shine的 哦 就給你開門 我那時候一定會 那澳洲的酒吧 還有什麼特別的 還是就跟我們台灣的酒吧一樣 澳洲酒吧其實就真的 真的比較像喔 你真的是在國外電影看 看到那種就是那種 一排一隻 然後就那麼喝酒聊天 然後氛圍超棒 氛圍棒到一個不行 然後就感覺就是你喝棒之後 然後就看 看對眼之後就 帶回家 就被打散 有嗎 蛤 其實因為廁所吹啦 我有遇到一個啦 就是 有把我來賓 去給大家廁所幹嘛 但是 哈哈哈哈 可以進去 好我上去冰寫啊 畢竟我要先 顧慮給大家的感受 然後就 也沒有辦法 我們那時候在廁所裡面就是 接我而已 那除了澳洲 你是不是還有去過很多國家玩 也玩啊 我必須要說 拉奇以前說 他出國後賺了錢 要帶我去 荷蘭玩 或是去德國玩 但到現在 他還都沒幫我買機票 然後他自己 就去玩得很開心 你來去房場嗎 畢竟我要先 先走門走路 幫我看路過 我先幫你看路 我要廠攤欸 我要先廠攤欸 去 你要特別是去哪個國家 你覺得哪邊最好玩 德國 柏林 天啊 就是有一次去街霸玩 結果我不知道那是街霸 結果他只是 純粹就是 就是霸凳包 他好像在打炮 那種 所以你們今天都在打炮 對 我就進去之後 我就感覺有點像 湖口你知道嗎 洋入湖口的小綿羊 對洋入湖口的小綿羊 剛好我屬羊 哈哈哈哈 然後 有這麼大隻的綿羊嗎 哈哈哈哈 有啊為什麼沒有 進去的時候我是怎麼期待啊 大家都全 哦 他進去就要全路了 他就進去就要全路了 然後我就這樣 嗯嗯嗯好 那就到底要不要進去呢 還是不要呢但是 可是你是自己去 還是跟朋友一起去 還是自己去啊 這樣你不會害怕嗎 因為我有喝了一些酒 可是當時你自限 就覺得說 我要進去 我要進去嗎 我要進去嗎 就我決定我不要進去的時候 但是我國進去 國進去了 國進去了 就是國進去正式 就是國進去 因為他們是在一個算有點那種 廢棄的工艙裡面 哦好像他們很喜歡在廢棄的工艙 對就是很 工藝風 然後大家就是全路在那邊跳舞 然後基本上跳不到五分鐘之後 就直接 就直接 開始 就進入宮起來了 你有加入嗎 沒有 可惜了吧 都去那種地方一定要嘗試啊 就不敢啊 我覺得都去國外就要放膽 去做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 沒有啦 人家旁邊吃別我去旁邊參加三人的啦 對 十六個我來就太多了 因為我如果真的十六個 玩十六個啊 太忙 快要去排一個 真的可以搖頭族耶 一直搖 刷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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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覺得去那些地方會很危險嗎 還是還好 其實還好 因為說真的 他們 玩會有 有個分寸 對 他們玩很大 但是他們玩很大的 它會有一個極限 對 一個極限在 但是那個極限 玩很大的極限 裡面是安全的 他們不會 越線 我還有去過荷蘭 荷蘭應該很好玩吧 荷蘭喔 感覺好想去喔 荷蘭是我第一次喜歡的地方 那荷蘭的帥哥多嗎 好多 荷蘭的帥哥很多喔 超多 我有去荷蘭的三文南 因為我最想去三文南 哈哈哈哈哈哈 當我一進去看到 就是 鈴鐺滿目的 甜菜之後 光在旁邊看他們 互相愛捕捕摸 你都覺得很興奮 因為你直接在當 當種高潮人 跟你講 學荷蘭之間 你就是享受自由 他不管你是亞洲來什麼 他很尊重 真的很尊重 真的假的 這麼好 那你在外國約的時候 有會遇過那種 比如說比較尊重亞洲人的外國約嗎 對 所以外國人都很溫柔 他們很溫柔 就是他們會覺得說 這是以上個人的經驗 以上個人 預約的經驗 不代表本台立場 對 不代表每一個都是啦 我的經驗 都是好的 跟台灣的比起來 我沒有要跟台灣的比起來 我沒有要跟台灣的比起來 但是你真的去比較之後 你真的會覺得有落差 因為他們就是服務也走到對不對 他們不走走到啊 就是不像就是跟台灣 約完之後 可能就 可能一號搜完之後 然後說 我回家囉 我先回家囉 然後就叉叉著 然後我自己還在那邊這樣子 自己在那邊整理 DIY這樣子 對 因為像我自己如果去國外外會玩比較開啦 因為講說都是不認識的人 以後也不知道會不會再見面 多看 多看啦 比花開的還開 因為通常在外面比較沒有顧忌啊 在國外 對 真的真的 那我們剛剛提了很多過程 可是其實去國外玩 就盡量嘗試也沒有關係 難得出國玩嘛 就去嘗試一下 或者去看一下 你不一定要做對不對 對 反正基本上就是 安全為主 保護好自己 保護好自己 真的你要幹嘛的話 請自己來要準備好保險號 保險號 或是現在有PREP可以拿來吃 對但是 國外很流行PREP嗎 很流行啊 但是你吃完PREP之後 建議還是帶個保險號吧 嗯嗯嗯 所以你是國外特別內設 有啦 就是在Unprep的情況下 但基本上就是保護好自己啦 就是保護 真的要保護好自己 那到底要結伴同情 還是不要結伴同情 哈哈 因為結伴同情比較安全 那你結伴同情 朋友會變成困擾 但是不要啊 哈哈哈哈 就是自己去 就像你這樣 就是我這樣子 自己去探險 很有趣 自己去探險 自己去結伴同情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今天謝謝拉奇喔 謝謝 如果你喜歡健力的話 記得幫我頻道按讚訂閱跟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次見 來吧 下次見 購物